你預計 現在去到年底 會在大概幾宅的範圍那裡橫行呢? 預計成交會繼續縮 但很多時候 你說成交減 又不等於指數一定不走 很多時候因為成交弱了 你很少的 波幅更大 你少點買盤 少點沽盤 已經是推到動了市場 所以有機會那個波幅 不一定會進一步縮的 反而有機會很多 我記得過去五年裏面都有些時間 大家以為平安夜半日市 以為全職半日市 市一定不走 結果不是的 會來個特集 好友也好 淡友也好 幫人借住 最後一天 大家沒什麼交減 趁機夾高 或者坐下了市 所以這個波幅有些難度 但我又反而覺得 如果你說過去的一個多星期 市場是坐下來的 如果我純粹看一個很短線 例如未來的一個多星期 那時候有機會先做一些技術上的口抽 當然你說升就未必可以升得太多了 你說現在有23,000 夾上去23,500 勢力一點 可能23,800 都開始會有些助力 那麼多難度 就好